- 歡迎收看 這個開箱 好啦沒有錯 這次一樣就是要介紹 Evergirion相關的景品喔 而這次是SEGA的LPM系列 前陣子呢一直介紹一番少 然後再來就是介紹明日香 再來就是海咪咪大姐姐 當然囉 在這個福音戰士最後一集的時候 當然不能忘記林柏林囉 威威到來的林柏林 我們現在來開箱吧 嘿 本次的黑林 也是不少觀眾和我的粉絲敲碗 什麼時候才會開箱到林柏林呢 你們的聲音我聽見啦 廢話不多說 我們就直接進入主題吧 今天就來開這一盒吧 沒錯 組裝完成囉 該怎麼說呢 這次的黑林真的是讓我感到意外 它一樣就是跟上一期的同款式系列 LPM的珍稀坡 也是強在人物的雕塑上面 塑形度真的是 YES 為什麼是YES呢 沒關係等等 就讓大家看看啦 好我先來說說一下 這一隻黑林柏的就是整體的細節刻畫喔 整體讓我最驚豔的地方就是人體塑形 它塑形的由頭至胸到它的臀部 還有它的大腿與小腿 它整體的銳利細節 凸顯它的整體身長 當然它的面相也真的是非常的還原 不管是它憂鬱的神情還是整體的塑形 這一隻的整體的分色細節 多少還是有點異色 但是整體起來是非常的完善 也非常的漂亮 頭髮的部分呢 有些許的漸層色 也把林柏林那飄逸的羽毛捲 呈現出來 來來來看看 來看看它的胸型 非常的喔 YES 還有它漂亮的 臀部的部分喔 也非常 YES 這一尊林柏林的整體曲線呢 真的是有完全把它表達出來 搭上就是它亮面的漆光 部分的霧面材質 呈現了Evergirio劇中的駕駛戰鬥服的呈現度 一樣呢 還是有小小的通病 就是分魔線殺手 如果分魔線的部分消除得掉 那這一尊景品就更完美啦 再來就是一樣 同上一款它最特別的地方 就是它的七彩電鍍底座 它的七彩電鍍底座 完全呈現就是黑鈴波的整體質感 讓這一個景品 黑鈴波整體感受大幅提升 OK 這一支SEGA出品的 LPM系列的黑鈴波 如果是三維鈴波粉的你 真的蠻推薦這一款的 雖然紙叉就是分魔線的部分 價格上面也非常的親民 如果是鈴粉的你 真的是非常值得收藏啦 OK 終於讓我們的鈴粉 就是等候多時的鈴波鈴的開箱 今天就到此結束啦 如果喜歡我的頻道的話 請記得訂閱按下小鈴鐺 我們下回再見囉